Hello 大家好,我是封David 今天我想跟大家開箱一本書 這本書就是1977年由James Hogan 寫的推理科幻小說 叫做《星神的繼承者》 我受到《讀報文化》的邀請 我就要靠頭的這麼多章的線索 去找出這本書的結局 你們如果買這本書 就會發現裡面有我的推薦 已經在這裡 很開心,看到我有個名字在這裡 看到有個名字在這裡 這本書就看到... 真的有很大的字 我這段影片是沒有收錢的 這個不是葉佩文 這個小說的內容 這本書真的非常科學 是可以完全由科學的知識 去推出書的結局出來 所以我是非常欣賞這本小說 也是非常欣賞《讀報文化》 選了這本書的重點去推銷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這個書套可以讓你假裝太空人 如果你看這本書 它的第一章就是 講五萬年前的一個太空人 在月球上發生的事 我是很少看這個推理小說 的時候 我會去做推理的 因為我是太心急的 我真的不知道答案 去猜這個最後結局 不過我猜對了 猜對了大半 看看裡面還送了什麼呢 裡面送了這張海報 這張很漂亮的海報 有個紅色衣服的太空人 躺在月球上面 如果你看看第一章 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你所有的一些訊息 在本書裡面 小說裡面 會有寫到的一些資訊 它就寫了在這張海報上面 那大家就可以上 這個《讀報文化》的Facebook 因為就是我推理過程在這裡 所以大家就去買來看看